大家小時候作文的時候 是否也有寫過我的志願呢 我當然有寫過 其實我以前的志願 又不是歌手,又不是空中小姐 反而是教師 不知道你小時候的志願又是甚麼呢 從前有個叫阿成的年輕人 他小時候的志願是做醫生或教師 不過阿成的家境不太好 他很早就要出社會工作,幫補家計 他輾轉也做過幾份工作 不過也不是做得很長 之後有人跟阿成說 阿成,其實做郵差收入也不錯 不如你試試吧 然後阿成之後就去報考做郵差 終於阿成就做了一位郵差 不過他發現原來派信 跟他想像中都挺大出入 要經常揹著一個很重的袋子 還要日沙雨淋,都不在話下 而且派來派去都是同一句 他開始覺得很悶 我開始厭倦這份工作 終於過了一個月左右 他就一天跟自己說 我決定派了今天的信 就回去辭職 阿成派啊派,信袋裡的信越來越少 最後只剩下手上的這封 阿成一望,為什麼會這樣? 地址化開了 一定是剛才落無無雨的時候滴濕 怎麼算好呢? 但這封是我作郵差派的最後一封信 這封信,怎麼都不可以收尾 於是阿成就根據收信人的名字 逐家逐戶敲門 希望可以找回收信人出來 時間過得很快 天已經黑了 阿成已經敲到不知是第幾戶人家的門 就是這個時候 有個男生出來應門 他一看到那封信就很開心地大叫 他說,那封信是我的 然後他父母就跑出來跟他一起拆信 原來這封是一封大學取錄信 這個男生考入了心儀的大學 之後他一家人也很感激阿成 還跟他說,謝謝你 如果不是你堅持送這封信 可能我們也不會收到這個好消息 阿成從來都沒想過 原來自己派的信 可以為收見人帶來這麼大的意義 他還發覺 其實做郵差 都可以幫到人對社會很有貢獻 所以他決定不辭職 還會很用心做好郵差這份工作 希望為市民送上好消息帶來希望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崗位和使命 以不同的方式去幫不同層面的人 從中可以獲得滿足感,還有意義 阿成就選擇做一位好郵差 去為市民送上好消息 而我希望用我的歌聲鼓勵其他人 不知道你又會想以什麼崗位 什麼形式祝福世界呢?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在行醫二十幾年裡 一些比較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 我記得在幾年前 醫治一個十多歲的年輕人 其實他是一個愛爾蘭人 他患上一個很嚴重的腸胃病 叫做黑龍士病 令他不斷地瘦 而且要去十幾十次洗手間 以致到他很怕出街 他不敢坐巴士 因為當他要去洗手間的時候 他就差不多馬上要去了 對於一個十幾歲的 讀中學的年輕人來說 這個病是嚴重地影響 他的學業和他的社交生活 在我看他的過程裡 我們給了他一種新藥來用 注射了一年之後 他整個病康復了 他由一個很瘦的、很弱的體格 變成一個很健康的年輕人 可以重新的再回到學校 有他社交的生活 他就送了一個書籤給我 令我非常感動 書籤上是一個愛爾蘭的 一種很特別的樹葉 上面寫著 to the world you may be one person but to one person you are the world 對於這個世界而言 你只是其中之一個人 但對於某個人而言 你就代表了整個世界 收到這份禮物之後 當然我覺得是非常感動 雖然只是一塊小小的書籤 但我經常都擺在我的桌上 你要提醒我自己 原來我們只是做好我們的工作 加上我們自己的心去做 在我們的病人的身上 他可以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禮物 並且改變他的一生 我相信在很多不同的行業 我們的服務的對象 如果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加上我們自己的心 我們的感情下去的話 是接受我們服務的對方 一樣會感受到 我們給他歌婚的真誠 曾經有一位同學來這樣跟我說 他說教授 不准業之後我發覺 我工作非常沉悶 每天都是在做同樣的事 對著同樣的文件 如果你對工作 都是有同樣的感覺 上班在等著下班 我想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可能可以改變你對工作的看法 話說在西雅圖 有一間小學生的圖書館 裡面的圖書管理員 有一天發覺 有一個十歲的弟弟來跟他說 他說在圖書館裡面 有什麼東西我可以幫忙的 管理員就想一下 不如你把我們圖書館裡面 所有的藏書 去對一下後面那張圖書卡 是否擺得對的位置 小哥就說 哇這個圖書館有幾千本書 那我的工作不是很有趣嗎 每天好像做偵探一樣去查一下 有沒有哪一本書 是插錯了圖書卡的 其實管理員心裡面 想這個是一個很沉悶的工作來的 我看看你可以做了多久 這個小哥每天就來到圖書館裡面 檢查一下每一本書 真是後面那張圖書卡有沒有插錯 然後他由早上開圖書館 一直做到夜馬克三門 很細心地去查每一本書 圖書卡有沒有擺錯 真是被他發現 第一天有三本的圖書 卡是擺錯的 第二天他又來 第三天 第四天 每一天他都很盡心地去做這份工作 過了沒多久之後 這個小哥的媽媽就來到圖書館 就跟他說 對不起我們要搬屋了 我們會去到另外一個浮來住 所以我兒子不可以再來幫你了 管理員就想一下 既然你都不可以來查的話 那我也不可以勉強你 但是又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他又見到這個十歲的小哥又回來 跟這個管理員說 因為我搬去那個新的地方 圖書館不讓我做事 所以我想回來又再幫你去做 這個圖書館的心裡 就很佩服這個小哥 他發覺雖然是一個這麼沉悶的工作 但是他全程地投入 並且是很仔細地去做 他相信他將來的成就必定會很大 這個故事的十歲的小哥 如果不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其實他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認識的 微軟的創辦人 Bill Gates 各位年輕的朋友 我們不要只是羨慕那些成功的人士 他們那個的成就 反而要去想一下 他成功背後那個的原因 如果我們能夠熱衷我們的工作 全程地投入 說不定下一個Bill Gates就是你了 直接奔心 你照顧一下 感谢观看